10月19日空雪儿参加品牌商直播 脏型亮眼穿宝蓝色领衣裙进行好身材 长发起腰和有女人味 可是在直播过程中却有网友爆料她飙脏话了 主持人问她平时化妆吗 结果她立马无嘴大笑 一岁说了一句脏话 被忘了质疑没素质不配做偶像 想问一下 你自己平时化妆吗 当然了 我记得我前天看到有一个采访 直播没有字幕 孔雪儿发音给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脏话 人是崩塌 人大跌眼镜 但是粉丝却解释说 她说的是 我 他们 粉丝解释说 孔雪儿没有爆粗口的必要 因为结合上下语境聊天都很淡定 没有到说脏话的地步 可是人说脏话不是刻意的 而是习惯成自然 这个解释有点牵强 有网友翻旧账 找出孔雪儿之前节目中表现 吐槽她本性如此 据悉 早前孔雪儿参加了一个综艺 在节目中也是因为说脏话被批评了 那次她说脏话的对象是一位长辈 当场被教育 雪儿 先学得 下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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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